今天這個短片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 圓剛的CG513CG510 你要如何一邊直播讓4060打遊戲 然後把畫面截取到1050的舊電腦 那這樣子你可以維持很順的順暢度來直播 但是呢以往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你要在掛聲卡加動圈麥克風的時候 因為動圈麥克風你不可能直接插3.5進來 這一個原本我們在用的廉價的收音的這個孔 這是比較陽春的 就直接插3.5就可以收音 那所以如果你把聲卡加麥克風掛在這一台4060的電腦上面的時候 你會遇到一個極大的問題 就是你沒有辦法把聲卡的收音放進來這裡 因為他只能吃一個叫做AVTCG510的訊號 也就是說當你4060裝好了這樣子的配置之後 然後你把這個訊號拉過去 你只能吃一個 你沒辦法做兩個 所以會遇到只能擇一的現象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我們今天就畫出了一個圖 讓大家來理解一下 這整個的過程有多痛苦 然後也考倒了不少人 那我們就從打電腦的遊戲開始 首先你要滿足你能夠一邊打遊戲一邊不用帶耳機 就可以聽到遊戲的聲音 因為帶耳機其實是蠻不舒服的 然後我們就去裝了一個喇叭 那就是一台電腦 拉一個HDMI出來之後 到這個截取了的印 HDMI IN進來 然後這裡有一個HDMI輸出到大螢幕 32吋用32吋來打遊戲才叫爽 然後32吋後面有一個3.5mm的孔 輸出到2.1聲道的喇叭 這樣子你就可以滿足了 一邊用喇叭聽遊戲的聲音 好這時候呢 你再把這一個 它後面總共有三個孔 一個是USB傳輸到另一台電腦 舊電腦上面去直播 那這時候你就要開啟這一個 圓鋼的截取盒 給大家看一下 它就是長這樣 圓鋼截取盒的 它的介面 那你就會去吃到這個訊號 你就會看到這個訊號 那它來源就是訊號而已 就不做任何其他的事情 那我們就不做任何錄製 我們就用OBS來做錄製跟輸出串流的部分 那我們這時候就要安裝兩個東西 OBS 一個是圓鋼的介面 然後這裡只負責撈 它只負責撈影像而已 所有的錄製跟截取 跟聲音的整合都是這一個 就像 這一個就像是那個 影像音訊混音器 結合在一起 它要打開OBS之後會有三件事 第一個 截取自己螢幕的畫面 你看 這是我們這台1050筆電的畫面 第二個 截取聲卡 SC3的畫面 那這一個聲卡它在哪裡 來看清楚 聲卡進來的位置 聲卡從哪裡進來 聲卡要連到這個舊的電腦上面 USB進來 然後影像的部分也是連到舊的電腦上面 USB進來 所以它就吃掉兩個孔了 那這個當然不用講 麥克風接聲卡 這個就絕對答案 好 這時候呢 你會發現 這裡要做 一個是截取它自己的畫面 然後你要把這個全螢幕打開 就像這樣 你就直接點這個圓缸 這裡有一個全螢幕 放大之後 你就截取到了這一台的畫面 那再來就是截取音訊輸入 剛剛講的 它這裡叫做 它這個A電腦的遊戲聲音 就是4060打遊戲的聲音 它的名稱叫做麥克風 它不會寫電腦的聲音 所以它在OPS這裡叫做 截取音訊輸入 不是輸出 是輸入 A電腦的聲音 這是我自己打上去的 點進來呢 它長這樣 LIV 這一個 它就是A電腦4060的聲音 反正你就是要來這邊新增 新增這個 這個來源 那第二個就是聲卡的聲音 那第三個就是它自己1050的畫面 那你要做所有的錄製跟控制 你這邊要確認一下 要一個一個去試 那這個大小聲爭議可以這樣子去做 那目前你會看不到它在跑 是因為我沒有在做 你如果這邊有在做的話 點點點點點 它就會出現 像這樣 點點點 這裡也可以調 這裡也可以調 所以有時候會非常錯亂 關掉某一個法案門就GG了 好放大之後呢 你就可以達到 有這個的聲音 也有我講話的聲音 這樣子你就可以同時擷取到 遊戲的聲音 跟你自己 動圈麥克風的聲音 可能會覺得這個很複雜 坦白講 我已經畫好了 你就只要把一條線一條線 接起來 相當痛苦的一件事情 那我等一下拍我現場的桌子 給大家看一下 大概是怎樣 好那這就是聲卡加影像 擷取的一些重點設置 跟大家介紹到這邊 那我後面就給大家看那個 回到現實 來 這一台4060打遊戲的電腦 在這裡 它接著一個HDMI 這一條線 這一條HDMI到 這一台 擷取盒 然後這一個擷取的到這一台螢幕 那這一台螢幕的3.5mm的孔 拉到這個喇叭 喇叭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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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痛苦 一鏡到底 好 講完了喇叭 再來 生卡的 XLR 到這一個 麥克風這裡 就回到這一台 舊電腦的設定囉 整個的線路 非常混亂 但是可以給你有很好的品質 動圈麥克風這一耍是用在人家 唱歌在用 那因為唱歌現場本來就有很多干擾 演唱會那種 所以這剛好可以消掉那些現場 雜音 好 剩下多少 40個皮塔 晚一點再玩 先錄製到這裡 然後這個 在這邊錄製就是 他是1050電腦的 視窗直接撈過來